目前我们Table的推广 已经几乎遍布我们整个公司的部门 包含Sales Marketing Core Center 还有我们的IT自己本身 以及我们的网络的维运部门 各个部门都有使用Table 来协助解决他们在资料分析上面的一些问题 以往如果我们的Business User 跟我们Request一个报表 Report的话 大概我们快的话 大概是七个工作天 但是呢 现在我们利用Table呢 尽量去把Business User常用的Data 整理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Data Set 然后让我们Business User 透过Table去Access这个Data Set 这个时间的一个缩短 大概从七天大概缩短成一天 如果今天这个新的Request 他们只是要加一个新的栏位的话 也许我们在一到两天就可以把新的栏位加上去 所以时间的节省 如果具体一点的话 大概是七个工作天 缩短到一个工作天 到两个工作天这样子 的确就是利用Table 我们的User呢 拿到资料的时间变快了 那我们也可以省掉很多的工作 去Generate那些报表 那节省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主要是帮Business User Create更多有意义的一些Data Set 我们会去Create一些Data Mart 把Business User常用的分析的Data Set Prepate出来 那把本来写Report的这个工作 我们就是改成去做一些Data的Prepare 根据跟Business User 教导他们怎么利用Table 做一些更Advanced的一些分析 我觉得Table这个工具 对我们带来最大的改变 就是说 它让我们IT这边 更具专业 去带领我们的Business User 做更深入的一个分析 这个过往是 以往都是比较是Business User 负责分析 IT只负责提供资料 那现在利用Table这个工具 其实变成是说 由IT来跟Business User 这边进行业务的相关讨论 那决定了方向之后 由IT跟Business User一起合作 去做更深入的一些资料分析 协助公司做更好的一些决策 这个是我觉得Table 带给我们IT最大的一个改变 For Terical而言的话 我们的真正的Bug Data 就是我们客户使用我们的服务 上网的一些行为 那我们希望能了解我们顾客 怎么使用我们的网络的服务 那我们之前有利用Table 去做了一些 Customer Behavior的一些分析 例如说顾客在上网的时候 有多少百分比 他是使用Facebook 多少的比例呢 在看这个新闻类的相关的网站 那借由这些Table的Visualization 我们很快的可以去了解 我们的User是怎么使用我们的服务 那也知道他喜欢什么 可能不喜欢什么 借此来为他们设计更好的一些Program 去吸引我们的客户 或为了我们的客户 这个我想是我们后续 可以利用Table这边 持续来做一些 Customer Inside的一些应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